来看到这是一名超级糊涂的流行检测司机 他从台北载人到南投 竟然在开两个多小时到南投之后 他才发现原来只有行李上了车 人根本没有在车上 这名问奖说 开往南投途中他以为乘客在后座休息 所以没有交谈也没有注意人是不是坐在后头 而且他也怕透过后座镜看对方会被误会 一直到了南投要进一步询问下车地点 才发现原来这客人根本没上车 马上开车返回 并且向对方解释退回了2000元车资 但是当时乘客已经报警控告他侵占行李 最后是因为车行雷达显示着问奖开车往反 南投台北几乎没有停留 因此检方认为是误会没有侵占翻译 也处分这名糊涂的问奖大哥不起诉